問題是人家就是不信任 對 問題就在這裡 比如說有一些是中央可以做的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 現在是有跟一個花東基金 有一個二十億 那這二十億幹嘛 他就做一個擔保 擔保兩百億 是專門針對中小企業 因為你可以預期就是你如果 如果這到暑假 因為暑假其實很快六月底 現在已經四月了 如果花蓮不能恢復 不能讓人家覺得很放心 你很明顯就會面臨到問題 就會大家不敢去 因為最主要是捐款 如果直接給花蓮縣政府 那花蓮縣政府在用錢 我不知道 我沒辦法 沒有人可以監督 連議會 連議會都沒得監督 我實在沒辦法說 因為那不是預算嘛 對 因為我沒辦法說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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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副委員 相信他太太 我不敢講這個話 沒有人 誰敢幫他背書 所以啊 所以當時他要怎麼用 中央也沒有辦法去監督 因為那是他們的 人家的捐款 你要善款 對啊 那是善款 議會也無從監督 議會說你要怎麼做 拍誰 直接他行政計劃 那就決定了 所以這一次如果捐到中央的捐款專戶 要怎麼用 至少中央可以監督得到 所以問題就是出在這裡 為什麼人家都不信任他 可是人家華蓮也叫雄酸調 他太太還是選上啊 花蓮王不是在講假的 他縣長兩任當完 給太太當 換成他當立委 他當縣長的時候 他太太是立委 然後他太太當縣長 他是立委 那聽說他太太現在當完了 他又再回去選立 選縣長 或者會搞不好 感謝臺北跟臺中 原來他想要選臺北跟臺中 大家也在 馬上有人就在講這個了 這樣也實在是很麻煩 所以呢 要捐錢 然後可以捐到衛福部的捐款專戶 所以這個蠻有意思的 教授 雖然你是地理專家 地質專家 不過這個 跟社會師傅你也要關心 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很難講 對 這真的很難講 但是我覺得第一個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政黨能夠輪替 多讓這個地方知道有人在監督 然後有人在怎麼樣做事 這個才會進步 所以如果一直長期是某一個政黨 在執政之下的話 那很多的弊案或者是 這個不信任感就會出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 如果能夠多一點政黨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一定是好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就是真的 人民的監督要 這個力量要發揮出來 不要一直認為說 這都不是不干我的事 你真的覺得這個地方要改的時候 你就要去把你想要說的話講出來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對 加愷 所以現在很多人開始在捐了 我所知道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按照你自己的能力 你有多少餘力 我要先講要餘力 你不要自己都吃不飽了 你還捐錢 你自己吃得飽 有餘力就捐 那像是這個日本的地震 我們臺灣人的捐很多 所以這次大家就馬上要捐 連日本也說要捐給臺灣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國外的部分 所以你看這一次 此刻我們都是花蓮人 這句話蠻有力量的 其實陳其邁喊出這句話 很多人講說這句話真的有力量 我覺得就在不分政黨 也不分藍綠 所以這邊要給陳其邁市長一個讚 等於說他至少這句話是打動人心 可以感動帶動出全臺的問題 而且他也第一時間就是捐款 而且他是捐到花蓮縣政府那個捐款帳戶 他說現在有三個廣告 一個是衛福部 花蓮縣政府 好像救國團也有 不過剛剛還蠻認同 曾醫師說的政黨輪替 當然如果希望是花蓮政黨輪替 我當然也希望我們下一次再努力 雖然這次沒有成功 也希望可以政黨輪替 這我自己也希望題外話 但是我回來看這件事情 救災不分藍綠 我覺得副委員他也不是有心的 去只感謝臺北跟臺中的市政 那個市長而已 等於說他可能第一次 也沒有掌握到那麼的資訊 我們要感謝國內國外 很多的有心人士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像我自己我就會在五月 投入那個特搜的特搜訊 因為我會用親身例行 去加入特搜 然後所以你有受過 我五月要去受訊 救災室這些你都受訊過了 還沒 就是我又要去加入 五月要去加入 即將加入 救災室是我當部長的時候 對 救災室是一般的區公所會去宣傳 那我加入的是義肖的特搜裡面 特搜隊裡面 義肖的特搜 對對對 就是我就是有力出力 趁年輕就出點力 這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感謝每個人 也感謝每個市政府 甚至感謝每個市民朋友 還有國人 今天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就是 在第一時間不分藍綠來救援 那我真真的希望說 我們最後 如果我們真的有不小心 遺漏要感謝的人 我們在事後 不管是我們的主席 我們的委員 我們會第一時間 希望你可以看這個節目 呼籲說該感謝的 我們要感謝 而且不要忘記 全世界都在關注臺灣 也很關心我們的臺灣救災的情形 不過我 我不認為副軍旗 他不知道臺東 不知道高雄 不知道屏東 不知道臺南有去救助 我不相信 因為他當過縣長 他是很資深的立委 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真正在面臨災害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是不太分藍綠 就是因為你知道大家在受難 其實大家都會第一時間站出來 對 那所以不管是資源的分配也好 第一個都還是要考量 誰是最需 現在最需要救助的人 受害最深的 對 然後中央跟地方還是要減少這些界地 才能夠然後跟我們共同合作 對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副軍旗知道臺東 高雄 那個屏東 臺南都有去 他一定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 因為所有的搜救隊 他們穿的黃色的 那連身的衣服 那個叫做Jump Ship 他們那個衣服後面 都有很大的字 臺北市 臺中市都有 一定都有 不可能看不見 所以這也很奇怪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問題 嘉雲怎麼來看 我想大家民眾對花蓮縣政府 對傅崑崎委員的不信任感 是起來有志 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我想傅崑崎跟他的太太 長期以來讓花蓮人這麼相亭 在花蓮長期這麼讓民眾來支持 第一時間他想的是什麼 傅崑崎在這個地震當天 他有一個po文 讓在臉書的貼文 讓我覺得很離譜 第一時間你不是想救災 他是在臉書上面說 現在花蓮已經變成孤島了 那我現在有看到新聞 說行政院長還有總統 聽說要去花蓮看災 那我願意一起加入看災專機 一起回花蓮 他第一時間想的是去噴口水 第一時間想的是去蹭 他沒有想說 我先告訴大家 我要怎麼為花蓮相親 來救花蓮相親 我要趕快怎麼回去花蓮 來幫助我的相親 不是 所以這個信任感 已經讓民眾對他完全都沒有了 加上他是在挑撥離間 他不只挑撥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他連在國民黨裡面 他也在挑撥啊 他沒有感謝新北啊 他也沒有感謝台東啊 他都沒有去感謝 其實他最要感謝應該台東 因為台東過去有兩個小時就到了 而且台東的特艘隊戰力很強 我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他們開始在訓練的時候 包括他們的收救權 在訓練的時候 我台東特艘隊消防局 我去了 幾次我沒有算 反正很多很多次 因為我都親自去看過 所以我了解 所以台東是 他們的特授隊力量是不錯的 非常好 高雄當然很好 臺南很好 屏東很好 他們都非常好 臺北當然可能是資源 最多是最好的 我也不客氣地講 臺北市 新北市都很好 所以我在這裡要提 不過我們看到國內的 我們希望說大家 這個專務已經開了 在衛福部 大家可以為我們同胞 大家來出一點力量 可以捐一點 你的 把你的餘力貢獻出來 來救助我們這些受苦 受難的這些我們的花蓮的同胞 當然還有其他的 因為如果你把錢 通通捐到花蓮去 那請問臺北市 新北市 還有其他受難的這些請問 那要不要救啊 所以如果到衛福部去 那包括臺北 新北 可能就可以通通救助的到 這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個陳其邁捐一個月 結果網友說不釐清 因為你直接捐到花蓮縣 政府他覺得不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讓大家了解 不過我們在這裡看到 全世界的關心 我們四零三 臺灣大地震 國際有人稍來了慰問 第一個當然說是日本 其他很多國家 總統府說我們誠摯感謝 47國政要來慰問我們花蓮的震災 另外關心臺灣的強政 美國白宮說準備向臺灣提供 任何必要的協助 看到這裡 包括我們看到杜魯多 特別開記者會來挺臺灣 加拿大主動與臺灣聯繫 援助的事宜 所以我們看到 總共其實已經有48個國家 而且都是主要的國家 我們非常的感謝 我們來看看相關報導 臺灣發生25年來最大規模地震 CNN的各大外媒都大篇幅報導 美國國務院公開向臺灣商者及家屬 表達深切慰問 白宮更表示 美國隨時待命提供臺灣必要援助 不只美國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也說 已經準備好提供支援 並且已經與臺灣官方有接觸 還有英國外相卡麥隆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印度總理莫迪 都說與臺灣人民同在 願意協助任何必要的支援 加上我多個友邦的慰問 截至目前 已經有超過50個國家的領袖和政要 表示願意對臺灣伸出援手 沒想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 副代表耿爽 竟然在聯合國安理會開會時 突襲發言 代替臺灣感謝國際社會的關懷 一場地震 看到與我理念相近國家的人道關懷 卻也看到中國噁心醜陋的一面 我們來看看雙面的嘴臉 全世界48個國家在慰問臺灣 關心臺灣的時候 國台辦他才說要關切我們臺灣的地震 願意來救災 可是今天又有飛機又有船艦總共三機七艦又來侵擾臺灣 我們正在救災他再來給我們亂 你看看這就是中國 更可惡的是搞地震的統戰 耿爽 耿爽是誰 中國在聯合國的副代表 他在安理會竟然說 謝謝國際上對臺灣的關懷 他在替我們謝謝 所以很多網友說臺灣不是中國 你不要想用這個來統戰 結果還有一個離譜的 大家很生氣的 就這個蠻英九 他慰問花蓮地震說 希望大家平安 然後在希望大家平安的時候 在那邊一邊哭一邊的讀什麼 說語氣決別書 再跟你林絕名的意應清清如無 無今語如永別疑 無作此書 類似於 類似於比 比貨旗下 不能敬書 額遇歌比 他在跟你黏這個 大家在想不到 這個時候 他還去祭皇帝領 提日軍侵臺說 炎王子孫要兩度哽咽 所以我們都是炎王子孫 兩岸都是 奇怪的 總統 怎麼會中國 然後剛好馬英九又在那邊湊一腳 這個病什麼病 你又頭痛了 因為 不是 不是 因為對馬英九認識太久了 那馬英九本來就是一個 大中國情懷的人 那這次去 這次他去選在清明 上一次清明是返鄉祭祖 那這次是去祭皇帝領 那這是他個人的 個人的感情的認同 但是有一個是被決定的 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他在這個時候過去 這是很明確的 就是這一次的馬席二會一定會有 然後是習近平要馬英九去 他需要馬英九去做一些配合 那這個這個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因為習近平需要化解國際間對他的很多的壓力 所以馬英九願意當工具 主動配合 主動配合 是主動配合的 因為本來 主動當工具 去年其實也曾經考慮過 是不是要馬席二會 那因為在選舉時間上 後來 後來北京自己評估 對於國民黨的選情不一定是加分 所以去年就沒有要馬席二會 就變成是今年 那因為這不是臨時決定的 習近平所有的行程都不能 都不可能是臨時決定 那這次挑的時間就是 針對日本菲律賓跟美國總統的高恩會 所以同一個時間 但是 因為馬英九身邊一定是有國台辦至少是副主任層級的人陪同 你知道 當國台辦這一方面說對臺灣的地震表示關心的時候 我覺得馬英九前總統是可以多講一句話 你至少這幾天不要來亂 因為我們要救災 他來亂啊 三機七艦又來亂啊 所以這個 這個對於兩岸 兩岸之間要彼此增加善意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甚至會變成是一種諷刺 所以會變成是一種諷刺 所以我一直在講馬英九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還讀國際法 他在那邊 炎黃子孫 炎黃子孫指的是民族 拜託啊 國際法對國家的主權的要素裡面 民族不是國家的要素 種族 語言 宗教 文化 血緣都不是國家的要素 所以不要再談炎黃子孫 不通啦 所以在這裡 我們當然要讓大家知道以外 其實另外網友也在討論很多的 這個電的問題 我要讓大家來了解 花蓮強政為何這次沒有大跳電 臺電點出三個原因 這三個原因 當然是綠能政策的成功 儲能系統都發揮正向的幫助等等 然後應變網路行動車 這個是我們看到 這是通訊部分 這是數位部的 所以台積電說晶圓廠EUV沒有受損 設備復原率超過百分之七十 很快的就全部復原 沒有 這一次我們沒有停電 所以二十五年來最強症損失相對少 每年是盛戰臺灣防震全球頂尖 外媒戰說臺灣的救災訓練有數的典範 記不記得九二一 我們全臺灣停電 輪流供電多久 一個多月 尤其在中部受災的地區 好幾個月沒有電 所以從這裡來 我們這一次沒有停電 可是我們有一些發電廠是當機的 因為地震的結果當機 可是當機又不停電 然後呢 我們的備載容量應該有十趴 所以拜託的啦 不要再唱衰臺灣 怎麼來看我們這次電的問題 我覺得蔡總統的任內 一個是綠色能源 一個事實上是我們的電網系統的更新 才有辦法在這次 因為過去在所謂的水力發電 事實上是在五間 可是也是供不應求 因為那時候非常吃緊 然後就加上我們的所謂的光電的發電 那就能夠來補足 那這一次可以這麼快速的 是說即時反應 一個事實上是我們的綠色能源 也就是說今天我沒有辦法火力發電沒辦法 可是我還有水力 還有所謂的光電 還有風電這些 還有我們的儲能電池 都是在這次第一時間就發揮了功能 另外一個過去我們的電網 事實上是集中的 那後來因為我們的電網系統更新 就讓電網事實上是分散的 所以即便有局部挑電 也不是大規模 就不會說像過去 就有大規模挑電 那局部的 那很快的如果補上去就ok了 所以這次大家看到有部分地區停電 一下子電就來了 就馬上解決了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綠能政策成功 儲能也成功 尤其我們的抽絮水力 這一次是隨時 因為抽絮水力 是可以當機載電力的 可以當機載電力 所以當我們的火力發電廠停掉的時候 我們的日月潭 明潭水電 水力發電馬上下去 他可以當機載 所以我們電馬上就恢復 不然的話 一個電廠當機 會連鎖全部都當機 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次就代表我們整個電的成功 所以建議 怎麼來看這次電力的成功 其實在九二一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輪流限電的時候 主要的部分 大家在搶發電機 那個柴油發電機 包括汽油 對 汽油大家都在手 我也買一台 那時候好貴 一台本來一萬多塊的賣到三萬多 那這一次為什麼花蓮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是早上七點五十八分 發生地震了以後 那當天的太陽又很大 你頭還沒洗 天氣很好 導致於太陽能在花蓮的那些設備 慢慢的一樣繼續在儲存 所以臺電這一次對外講說 花蓮的儲存 太陽能在當天的情況下 剛好是風和日曆 太陽又大 所以他在地震的時候 獲取我們的臺電某些設備是停電的 有有 還有幾個電廠停電 包括和平 應該和平電廠 在花蓮那個電廠都停電 但是他們的備載還是一直在儲存 所以一直延續在用 所以短暫的一個 差不多兩三千戶的電有影響到 那事實上這一次臺灣的這個備載容量 看到九二一的時間到現在時空環境背景的不一樣 有些委員都一直在罵 我們怎麼樣的儲存電量不夠等等 其實都在違言聳聽